今天星期一带您吃炸鸡 欢迎收看全球首档炸鸡类美食餐厅节目 周一吃鸡 我是许太阳 我们今天在房山的龙湖天街里头 看一家新开的炸鸡 叫盲盒炸鸡 串式酱酱炸鸡发明者 那就是全都做成大串一样 下拉抽出 我来的时候也是非常好奇 到底什么是盲盒 到底这个炸鸡的盲盒啥意思 原来就是炸鸡是炸鸡 然后只不过口味随机 我们也就随机选了两个口味 但是我觉得比较尴尬 就是它在这炸的时候 你完全就清楚它到底是啥味 你看它抹的酱就行了 因为这玩意儿都得现炸 这有什么味的 这是不是不知道啊 这得尝一尝 蜂蜜芥膜吧可能 可远 它这年糕好吃 但是蜂蜜芥膜味几乎没有 嗯 鸡头肉 你可用鸡头肉 就这么串着吃 你吃起来 还真是感觉挺好 就是一口一大块嘛 吃起来的味道 口感特别充实 来 还不这个 你觉得很大的家属就是都是现炸形式 就只能现炸形式 然后就这个 年糕也是炸的特别棒 就外壳非常焦脆 然后里面非常软嫩 就刚炸出来的年糕确实也好吃 抹上它这个没啥味的蜂蜜 就像不像 你号称酱底炸鸡更好吃 炸形式一般 配啥味 不知道啊 既然它叫盲盒 我们就配合它一下 这个酱多啊 瘤蜜味 哦 这个东西 就운 榴莲味 这榴莲味的年糕还真是香 是不是 就是榴莲味炸鸡不知道 它这榴莲酱还真挺香的 榴莲味炸鸡就比较一般了 这吃起来很快 你 refused 到嘴里是这种浓浓的榴莲味 但是你嚼起来又是炸鸡的酥脆 比较怪 我觉得 不是很好吃 这一般吧 谁让它也是炸鸡呢 这就是单点的了 炸鸡块 炸鸡就酱 他们家他说了酱比炸鸡好吃 我觉得有点过了 他们家明显是炸鸡比酱好吃 尝一尝 芝士粉 这芝士粉的味可真浓 它不是那种纯芝士粉 它应该是芝士粉里的一种 带一点其他味道 它并不是浓浓芝士的香味 吃的还是挺软的 我买的是一套餐 两个鸡腿三个鸡翅 但是这鸡腿是不是有点太小了 我觉得这鸡腿好小 这鸡腿就比较一般 它颜色就很深 我觉得它应该是 放的时间比较长的那种 而且确实没什么汁水 而且确实也没什么鸡腿味 它整个就光吃炸的 很焦的那种鸡皮 是有那种油的哈喽味的 虽然做的不成功 真好歹是炸鸡 只要它是炸鸡 它就在我的底线上 这是炸鸡皮 炸鸡皮还可以接受 当然这是没有撒料 这本身腌制过的 但是你看这炸鸡皮 其实它炸的并不是很好 炸的非常不均匀 边上已经焦了 中间还很厚 就是它鸡皮上的油脂 没有处理干净 真是这个店 一点一点打破我的认知 这土豆 就是煮熟的土豆 我给你炸了一下 没有任何其他味道 豆腐 就吃到这儿 总评一下 这家确实比较一般 就是如果你不是住在这附近 就没必要来了 你住在这附近 来开个盲盒 其实还行 但是有几个问题 就首先盲盒这东西 你能看一看它抹什么酱 就没有那个新鲜感 其次就是它这个油不行 我真的觉得它这个油 已经炸的时间很长了 就刚才吃的炸鸡嘴上 有那种油使用很长的时间以后 那个哈喽味 这个不太行 确实炸鸡比较好吃 不是因为酱好吃 是因为这炸鸡实在是不太行 但是这家也是有优点的 啥优点的 它挨着洒露 对吧 我觉得再瞪 冷的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买一杯洒露吃 就这个串式炸鸡 我觉得心意还是有的 但是说实话 它这个酱的味道 真的不太行 这个榴莲炸鸡呢 就味儿还挺好的 但是确实跟炸鸡不太搭 就是它黏黏的 腻腻的吃在嘴里头 跟这种脆脆的炸鸡 真的碰不到一起 我觉得它这榴莲粉 可能会更好一些 期待它能有个改进吧 好感谢您吃饭这一期 天洋店 看完观看住 美食不迷路 拜拜 如果是我给他们家中肯的建议 就是 这个蜂蜜介面酱 可以试试不倒翁的 这个榴莲最好改成粉 这个真的太腻了